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嗨耶 嗨 我们呢 现在来讲解一下 这个升功代表的意思 我已经稍微写了 升功呢 一辈子追求的价值 这个升功啊 其实在你出生的时候 它不会发挥任何的作用 它呢 约莫在你有办法决定 自己人生大事之后 它才会起作用 有办法决定处理自己的很重要的事情哦 比如说 如果有个妈抱 她一直都有人好好的照顾她 她不用烦恼 她的磁盒拉撒税 她可能到了四五十岁 她这个升功都没有任何作用哦 那如果有一个比如说家境贫苦的朋友 十二岁 她就要断学 没有办法念书 她就要开始出去工作 那么这个朋友 她可能十二岁 她的升功就会开始影响她 就会开始起作用了哦 所以升功 它真正产生的时间 其实要依照这个人 她的环境 她的生活 她的条件 来决定什么时候开始 大部分的人呢 就像书上写的老师教了 然后我们大概平均啊 会落到三十到三十五岁 成年了之后 我才有办法可以自己决定 我就是要嫁这个人 我就是要出国去念书 我就是要怎样怎样怎样 这个升功对我们而言 才会开始发挥它的作用 那么我们在追求的东西呢 就是在你发挥作用之后 你就会特别的关注这个功位 这个功位一有什么不顺的地方 你就会 嗯 怪怪的 诶 那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哦 如果说你是升功落在命功的朋友呢 那么这个人 他自己就是他这辈子的价值追求所在 他要去展现他的自我价值 所以你有可能会觉得 这个人很自我 如果他发挥作用之后 然后就这个人很在乎自己的想法 他很固执 他不太听得下去 别人跟他说的 他在乎的其实是他自己的感受 哦 这个是升功在命功的人 那如果你的升功是在等功的话呢 这个人呢 其实他会很注重在他的精神灵魂的层面 能不能得到满足 他会去追求 他会去注重他的精神灵魂 那如果你的升功是落在官禄工的朋友 落在官禄工的朋友 官禄工我们知道你的工作你的事业 升功在官禄工的人呢 其实他会很注重他在工作他的表现他的事业 小朋友没有工作嘛 那小朋友也许在乎的是他的课业像大学生 有一些他可能升功早点作用的人呢 在官禄工啊 他也会有解释成他会很在乎他的学业 他的课业的意思 这个是官禄工的部分 那如果你的升功是落在迁移工的话 迁移工呢 就是我们自己内心的想法 还有我们外在的表现 还记得吗 如果当我升功 我在追求的价值是落在迁移工 这个人呢 他就会让你觉得 他有一点比较爱面子 因为这个是他的面子嘛 他在外面呈现的样子 他的内心 所以这个人会很追求很注重 他在外面的形象 别人看他的眼光 嗯 还有他自己内心的想法 这个是升功落在迁移工的朋友 接着是升功 如果是落在财博工的朋友 财博工呢 你就知道赚钱花钱理财 其实都跟财博工相关 那这个人呢 就会很注重他的钱 他的金钱 他有可能很会花钱 他也有可能精打细算 就是他追求他认为的价值所在 所以当升功在财博工的人 就是他很注重他的钱 如果你的升功呢 落在夫妻工 那么就容易解释啦 你这辈子的价值 你的追求 你的也许有些人甚至是重心 他就会放在他的感情上面 这个是指感情喔 不是单独的指一个人 不是 这个是指他的态度 他这辈子在追求的价值啊 就是他的感情顺利度 当然有可能他是一直都不顺利 可是他不会放弃 他就是一直追求一直追求追求到 他觉得价值有目标有道 我的这辈子就是在这条路上坎坷的往前行径 这个是升功落在夫妻工上的解释 那这样子大家就知道了 这六种升功会放的位置 其实对应的就是你的出生的时间 那升功呢 不会随着你的运线去做更动 他也是一个固定下来之后 就不再变动的工位 因为我们知道流年啊 大线啊 你的命工的位置就不一样 可是升功 当他定在 比如说升功就定在夫妻工 那这个就是你这一辈子的事情 你的升功永远就是落在你的夫妻工上面 他的影响程度高不高呢 其实跟他后面的人生环境生活条件都有关系 没有办法说他是一定就影响很多 或是一定没有影响很多 其实是因人而异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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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